住在武崎重劃区的部分居民指出 最近三个月的切案不少 目前已经破两起切案 但是还是有人家的热水器 还没被找到 是韩良奇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一块来关心 真的有恐怖 被小偷切进家里的民众都很苦恼 我们大概近三个月已经两起了 已经有起诉的是两起 那有没有起诉的有也是有 那因为我们后面是竹林 那因为前面是大家都互相有照应到 那后面是竹林 那是小偷都是从后面走 所以我们请里长跟议员来协助 看增设监视器还有警员巡逻箱 效忠里长更指出武崎重劃区内 横向道路都没有监视器 只有纵向道才有 因此向市府争取设置监视器的经费 有人员进来的话 就是有一些切案的问题发生 尤其一个凌晨的时候 整个把那个热水器全部都 一两家都全部都拿走了 都脱走了 那脱走了还有我们李明 也提供他们自己录的那个录影带 小偷要两三点 也是翻墙到他家 黄埔盛网太多 而且这个切案也是好几件 不是只是说这一两件事情而已 我希望有关单位能尽速来装这个监视器 那还没有装监视器之前 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警方 尤其在我们三个派出所能夹装这个巡逻箱 市议员韩良奇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前来会刊解决问题 这边呢切案平人 所以呢当地的委员会建议 就是说希望增设巡逻箱或监视器 然后监视器呢因为属于警方的一个业务范畴 所以呢我们是跟警方建议说 在年度预算可行的范围下来入口增设 然后以维护这一带的民众的安全 警方表示会加强巡逻 也将增设巡逻箱 让居民住得安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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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